現在的人們手中握著手機 而背包裡還有個平板或筆電 已經可以說是常態了 這些科技產品除了可以提供油氣和交友 甚至還有其他更廣泛的應用 過去來講因為我具體關係 我沒辦法這麼方便知道你的訊息 可是透過社群的工具的發展 我們可以隨時知道我們身邊的友人 爸爸 媽媽 男女朋友或是長官 是同事等等這些他們的動態 以便你及時去關心他 或是安慰他或是支持他等等相關的東西 那這樣的一個社群工具 當然想當然就可以成為另外一種 廣宣的工具的發展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從上萬個網站 以關鍵字分析出十大B仔APP生活大數據 第一名是Facebook 第二名是Line 第三名是YouTube 其他還有Twitter PTT Skype 交通時刻表等 你好看的不好看的你想要表達的任何東西 都可以上傳到YouTube 所有的藝人 所有的一些明星 所有的一些偶像這些東西 只要他的東西第一時間上傳到YouTube 他的Fans就可以開始做追蹤 那追蹤的過程當中 他還可以做互動 還可以留言 甚至現在YouTube已經做到什麼 直播囉 他不單單的直播 只是告訴你之後 還可以線上直接給你做一個互動 因此它這個這樣的一個影音平台 它不再像過去傳統媒體說 我只能單向的發聲給你 可是這個我們可以做到雙想 有時候打到國外去的時候 會因為網路的品質跟訊號 可能不是那麼穩定 可能你在通訊過程當中 你是4G 它可能只有2G或3G 讓你一個頻段跟頻段落差 可能導致你在即時通上面來講 就有一些困擾 可是Skype有個最大的好處呢 它一樣可以做很便宜的儲值方式 就可以撥打試鏈電話跟行動電話 社群軟體類果然是上榜最多的 這些APP無非是讓大家 在生活上能夠更方便 哪怕眾多親友身處不同地點 相隔遙遠 也能透過各式的APP 彼此聯繫